大家好,我是仙人球 超大扫描机超过150公里的运输带 大型电脑控制庞大机器运转 加上全球最大的机队之一 从火砂鱼到重要文件 每年快递公司运送数十亿火箭 将任何物品运送到世界各地 他们每天不眠不休 通过海陆空交通运输 在客户制定时间内完整送达货物 经过一百多年来 这家快递公司已将全球快递产业 带入高科技领域 这就是优比速,全球最大的快递公司 每年处理近40亿件货物 全球设有约1800处转运中心 拥有一条大型铁路 270多架货机组成的机队 以及9.5万辆货车 因此能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送件 但这家快递巨头是从小规模起家的 优比速在1907年创立 19岁的吉姆凯西借贷100万 在西雅图开设快递公司 工厂起初只是串联起来的几栋现有建筑 在几间旧仓库以人工分类货件 经过20年后 尖端科技中级工厂 世界港的构想开始出现 历时近三年的工程 加倍扩大工厂规模 这是一场豪赌 但结果证明世界港是正确投资 工厂容积率提高近四成 现在每小时能处理超过30万货件 但说到中级快递工厂 看大基路易威的运软中心 是优比速最大的设施 它就是著名的世界港 全世界物流的中心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见识见识 这座工厂的运行过程 欢迎来到地表最贵科普栏目 世界上最高端的作家如何制造 最畅销的食物怎么生产 最火热的酒品如何酱成 如果对这些感到好奇的你 能看到这个视频 那么恭喜你 你将见到这一切背后的秘密 超级工厂第二季 第五集 有比速快递 面积37万平方米 1.9万条运输带 总长150多公里 每秒运动货物5米以上 总共有9000名员工 每小时处理超过5000万笔资料库交易 集中处理当地运转中心的所有货件 这座巨大设施 结合工厂与机场航站 其核心是四层楼高的处理中心 连接着有44个货运站的三大收发侧翼 能工多达100架火器起降 作业规模更是惊人 每天处理超过100万火箭 根据送达地与急迫性 为数千火箭分类 是极为辛苦的工作 为了消除潜在人为疏忽的问题 他们用智慧标签的电脑分类步骤 标签上的调箱码作为系统护照 信息包括重量 急迫性 游地区号 就算某个条码有误 也能查出货件的送达地址 在世界港 货件尺寸是首要条件 分类的第一步是以尺寸大小分区 总共分为三大类 特殊件是笨重不规则货件 包裹是45磅内的一半立体质型 小件是低于4.5公斤 用信封和纸盒包裹 这些货件又分为二种路线送出 当地货件将以公路运输或短途空运配送 外地国际货件要先装入超大航空货柜 这些巨大货柜容量近15立方米 等于一个大型办公室隔间 工作人员驾驶大型牵引车 再把货柜搬上货机 货机载货量惊人 可装进8至60多个货柜 最后再由这些货机送往世界港 世界港的外观就像规模庞大的机场航站 跑道后方有ABC三个侧翼 随时能容纳总共44架货机 没有一般货机落地 工作人员就会卸下货柜 放上运输带系统 9000提琴人员要在一小时内 卸下11万5千公斤货柜 只有操作大型重机械 K型装载机才能搬到 这种高5米的剪刀式高空作业装载机 一次能抬起5.5针重货柜 但操作并非易事 必须要小心确认没人在升降平台上 要确认对其货差一面卡住 K型装载机把货柜放在货运站 提琴人员必须尽快把货柜进入世界港侧翼 为了避免同时使用其他运输工具 优比速在地面上设置了滚珠轴承地板 在表面装有成排滚珠轴承和塑胶滚轮 这个巧妙设计让地勤人员变身强力超人 一个人就能搬动超过一吨重的货柜 货柜进入B3E内部所在200个销火站之一 通常这里有两人一组负责清空货柜 他们要让新来的火箭进入输送系统 员工必须根据三种尺寸亲手分类 听起来简单 但这个工作需要专注与耐力 因为后边还有好多货箭在等着他们 三种不同的货箭都要推入不同的运输带 每个系统只能处理专属货箭的尺寸与重量 小件最容易处理 包裹的处理却有些棘手 为了读取包裹的中央信息 他们创造了一种机器DWS 即测量尺寸 称重 扫描与一身 它是世界港把关的第一台机器 包裹在运输带通过DWS分类后 送往中央服务区 服务器会确认每个包裹应该采取的输送路线 目的是避免运输带堵塞 货箭相撞 特殊舰则需要人工处理 这些不规则标准货箭无法进入运输带 是世界港面临的经常性考验 首要任务是以不同的输送路线处理特殊舰 员工把特殊舰送往专属处理区 通过更多人工进行运送 处理中心是世界港的精髓所在 宽1000米 4层楼 高25米 足以装进39架巨无霸喷漆式飞机 所有货物都要通过这里装上最正确的配送货机 时间刻不容缓 它们都要完成隔日送达服务 处理如此大量货箭需要心情与专注 以及当今最先进的自动化科技 三项货箭进入处理中心 运输带把小剑送到处理中心4楼 员工将小剑放进滑槽 接着分类 再通过另一条运输带送到引脑区的工作站 这里的员工迅速让小剑标签向上 放进二英里的活动轨道 这条轨道称为倾斜盘分动机 共有6700个放置口 通过倾斜盘分动机上的摄像机读取标签 让货箭自动放入正确目的地 即使最尖端的科技也需要备用计划 如果标签模糊或受损无法被识别 优比苏设计为远端编码的干扰措施解决问题 摄像机把标签照片送入远端编码部门 及时通过电脑修复损害标签 再帮货箭加上邮递区号后便可以进入输送系统 包裹采用不同的方式分类 这些中型货箭是送量最大的货物 将由处理中心低层楼进行自动化处理 这些无人分类区域为主要区域 运输带设有数十架摄影机和堵码器 负责将货箭送往目的地 工程师为了这片区域不需要人工处理 专门设计了滑块式分件机 让货箭保持安全距离 乘排前进 当运输带抵达连接处 滑块就开始移动 把货箭推往正确方向 就像在公路上汇车 你会等到前面没车再会通行 但连最顺畅的自动化系统 也无法处理这些棘手的特殊件 尺寸特别且不规则的形状 很容易碰上障碍造成阻塞 世界港要以人工处理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在处理中心2-3层有特殊专属系统 先动手扫描标签 再把货箭放上运输带上的大塑料箱 材料箱参考航空行李分件机设计的 能固定形状特殊的货箭 前进速度高达每分钟300米 类似云霄飞车的轨道把货箭送到正确注线 回到侧翼后进入专属部门 由员工小心搬起 放入运输带送入商货站 最后由员工将货箭放入不同游地区号的货柜 装填时就想玩俄罗斯方块 把特定形状放进特定的位置 世界港的快递已接近为生 但货箭需尽快回到侧翼装上待命货机 在送拿目的地之前一秒都不能浪费 但要先把货箭安全搬上正确货机 确保数千公里航程中保持完好 地区人员必须尽快放好货柜 这项工作要精准误误才行 即使机对性能再优异 UBS仍需要最尖端机师 合格机师要接受联盟总署的飞行年度训练 这座附属训练机构能完美模拟飞行 通过最严格测试 机师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做出正确反应 但如果想安全及时送拿货箭 他们必须要支手挑战大自然 在世界港的天气指挥中心 可以完美捕捉世界各地天气走向 为停飞或改道的飞机重新规划航线 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员工与货箭安全 万事具备后货机已经可以起飞 喷骑士引擎启动后 能喷出100节强风 强大的风势可以摧毁锁精之术的一切 这家快递巨头的任务也即将完成 前往当地的运转中心 所有当地运转中心的运作方式 就像迷你世界港 货箭装上200多辆待命货车组成的车队 根据准确信息送达地址 配送到社区、办公室大楼或特定街道 每个货车司机手上都有一台信息传送收集器 由工程师用卫星监测与无线科技设计日出 作用是可以帮助司机选择最优的配送线路 如在途中碰上任何问题 也能提供解决方案 这不仅让配送顺畅、提高效率 还可以让货车省时省油 优比速真不简单 这趟旅程跨越美国 进入240公顷庞大工厂 穿越无数程序随后送达 全程正好14小时 这都是优比速世界港一天内完成的工作 优比速是世界上最大的快递成员商与包裹公司 世界港又是优比速物流运作的中心环节 全世界最大的物流中转中心 集中处理当地运转中心的所有货舰 运营面积40万平方米 相当于80个美式橄榄球场地大小 每2分钟将有数百架飞机起降 每小时可以处理30万4千个包 这就是超级工厂优比速世界港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